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收听安心sogood 我是安安老师 又到了每个礼拜和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的时间了 这个礼拜呢 我们要延续上一周的话题 就是上一周呢 安安老师在节目当中有提到 我受邀参加了一个男人帮的聚会 那这个男人帮的聚会呢 当中每一位男性朋友呢 他们都是安安老师的朋友 他们每一个月呢 会固定举办一次这个man's talk 那当中呢 除了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 还有聊一些兴趣之外呢 他们也会分享为什么他们三年来都交不到女朋友这件事情 最近这一年呢 他们很积极地想了各种的方法和计划 想要提升彼此的这个恋爱作战能力 但是总是失败 所以他们就邀请安安老师 一起来帮他们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那么在上一周的节目里面呢 安安老师有提到说 我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就是我邀请他们把我当成他们想要约会的那个对象 然后邀请我跟他们出去约会两次 那么在这两次的约会里面呢 就比较他们过去的约会模式 以便于让我观察他们的这个核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上周讲了这个A先生的问题所在 那这一周我们要来谈谈这个B先生 当我在跟B先生出去做这个实验约会的时候呢 我发现呢 他整个人是很紧张的 他的手不断的在摸这个纸张或者是桌角的边缘 如果没有在摸纸张或桌角的话 他的手就会交叉的放在胸前 然后去可以看到他的指头一直在抓 或者是在捏他手臂自己的内侧的 那他整个人在讲话的时候 你也可以感受到 在他的这个语言的背后的那种声音的语速啊 语调啊 其实是带有很多的这种躁动紧张焦虑不安的 那大家听到这边呢 可能以为这个B先生是一个宅男 可能每天都待在家里面 没有什么机会去接触异性 所以可能在跟异性讲话的时候 就会特别紧张 其实并不然 我来简述一下这个B先生的背景 基本上他也是一个海归派 在国外非常知名的大学 毕业以后呢 回国现在担任教授的工作 那么他的学术成就很突出 所以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研究的经费 所以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才啊 那他讲课也是非常风趣幽默 所以有非常多的学生喜欢上他的课 所以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是一个很容易紧张 在别人面前说话 特别是在女生面前说话就容易紧张的人 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呢 怎么会在我面前 在我们两个单独的这种实验约会进行的时候 会让我有这种他非常焦虑的感觉 所以我想要知道为什么 那我就问他有关他的上一段的感情 那么他的上一段感情呢 也是只持续了大概差不多两个月吧 就结束了 那么这两个月呢 其实是他遇上了一个女孩子 他觉得感觉还不错 那么两个人就开始交往 但是呢 交往慢慢多了解认识彼此以后呢 他就知道了这个女孩子过往的情史 这个女孩子以前曾经交过两三个 这个时间都很长的男朋友 大概各自都有五六年的时间 那么他听到这件事以后呢 他就开始慢慢的对这个女的渐行渐远 开始采取一个疏离的态度 然后最后就 这个女的就被莫名其妙的 被这个男的给分手了 给gain over了 那么其实呢 在这个短暂交往的女朋友之前呢 在这个三年前呢 他曾经有过一个论结婚嫁的女朋友 那么这个女朋友呢 那时候也是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但是就在谈到要结婚的时候呢 这个女孩子就跟他谈成说 他之前曾经有过极端比较长的感情 那在这些感情里面呢 他曾经多过胎 跟当时的男朋友有了孩子 但是没有结婚 那所以因为两个人论结婚嫁 所以他必须跟他谈成他过往的事情 那么B先生呢 对于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女孩子的身体呢 被玷污了 那这个三年前交往的这个女朋友 这个论结婚嫁的女朋友 跟前一阵子交往的这一个短暂开始的新恋情 好像两个各自的这个共同点 就是在于说 两个不同的女生 但他们前面都有过一些比较长的情史 所以B先生就觉得 可能这个女孩子已经没有像当初那么纯洁了 因为他已经经历过至少是两三个不同的男人 他有这样子的感觉 那么当我听到这边的时候 B先生他内心有一种这个 我们可以说所谓的处女情结仍然是存在的 那一般人当我们听到这个处女情结的时候 可能就会觉得说 现在都是什么社会了 怎么还会有这样子八股传统的观念呢 那么提到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不禁要想一想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存在 因为基本上这个可能处女情结是在于一些这个 观念非常传统的男性身上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呢 这个B先生他是受过国外非常高等的教育 而且他教的东西也是这个 很先进的这个 有关于这个女性主义的思想的这种东西 所以基本上对于处女情结这件事情 似乎跟他是扯不上任何关系的 但是他心里面仍然有这样子非常传统 这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概念存在 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呢 这件事情就要讲到他年轻时候的一段故事了 B先生呢 是我大学时候的学长 他掌握三界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和他的女友 也就是我们系上的学姐的一段故事呢 是震惊了整个大学的校园的 那就要回溯到这个十多年前的这一段历史 在那时候我念大一 然后他是大四 那那时候快要毕业的时候呢 我们大四的那一班的学长姐呢 就有一件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我们有一个学姐 她就失踪了 不见了 那当然了 这个家人 朋友都报警找人 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 那么事隔大概几个月之后 后来找到了 原来他是 这个警方去调查以后 发现他是先见后杀的 死掉了 这个故事的学姐 经历了一个很可怕的事件 那么当时他的男朋友 也就是我这位学长 B先生 所以呢 这个我的学长呢 在经历这个事件以后呢 他有半年得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 他没有办法上课 所以他必须先休学 去治疗他的忧郁症 他的内心里面一直有非常深的醉疚感 有自责 他怪自己 为什么没有好好保护他的女朋友 他心目中的这个完美天使 被歹徒玷污了 但是他没有办法 尽到一个男人的责任去保护他 那他的这种醉疚感呢 不断每天日日夜夜的责打自己 让他陷入了一个万丈神缘里面 所以呢 他甚至想过自杀 去减低自己的醉疚感 去弥补 这个他没有好好保护女朋友 这件事情 我想就是因为 他以前曾经经历过的 这些创伤事件 让他对于女人的争操 有着非常复杂的情意结 他想要找回 他心目中的那个 纯洁完美的天使 就如同他的前女友一样 但是在之后的恋情里面 他一直在寻找这样的影子 所以当他发现 只要有任何女人 让他有所谓不够纯洁的 这种联想的时候呢 他很自然的心里面 就产生一种烟雾和排斥了 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我们继续来探讨 听一首小雨的幻听 时间流过 咖啡剩一口 不是谁犯错 却很折磨 你抬起头 带着泪问我 想好了 想好了分手 没有 什么时候恋人开始 反复计较输赢 拼走表情 话语当作证据 悲伤过 有一天我们分离 关掉相爱的频率 可知我 珍惜相爱的运气 你不能轻易放弃 陷入幻听 空间冰冻 一切慢动作 想要进黑洞一片 沉默 双手紧握 我对自己说 难道已走到 尽头 什么时候恋人开始 怀疑彼此的心 在这表情 话语当作成句 没想过 有一天我们分离 弯掉相爱的频率 可知我 珍惜相爱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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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伸手 酒情陷入话题 爱你爱你不是负买意 随你从命运气 爱你不负买意 不弃 是人心需要倔心 我们随便要打破 爱你爱你不是负买意 随你从命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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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随便要打破 随便要打破 尽头会劝买意 如果我曾让你诱惑 怀疑世界会想你证明 想起我爱着你 你真心坚立 我爱你怕死 你心不是幻停 幻停 我爱你怕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是起始于她的第一个初恋女友 有过一个很悲惨的经历 所以导致她一直想要重复的去找寻一个 纯洁的完美无瑕的女朋友 但是这件事情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很困难 因为在现在这样子开放的社会里面 要寻找一个所谓的处女女朋友 我想是不太切合时机的 那我们就讲回刚刚的案例 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这样子的事情呢 其实很重要是 这个B先生 他愿不愿意放下过去这件事情 首先他必须要先去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 他其实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 这件事情悲剧已经发生了 但是悲剧的责任不在于他 而是在于那一个歹徒身上 悲剧的责任也不在于他女朋友 必须要先去明白这件事情 就是他不需要去承受他所不应该承受 因为这件事情说真的不是他的错 那么第二件可以做的事情呢 是B先生必须要去接受 这个曾经对他来说是 昙花一现 完美无瑕的初恋女友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这个女人 对B先生来说 还没有死 还没有过去 所以他十几年来 不断地重复地在寻找这个女人的影子 一个完美无瑕的 一个青春洋溢的 一个从来没有被其他男人碰过的 一个女人的影子 他必须认知到一点 是这个女人已经走了 真的离开了她的生命 她该放下 她该重新地打开心胸 去接受其他在她生命当中 会出现的可能性 幸福的要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而不是其他人的手上 可以自己打开 自己心地的牢笼 让自己像一只自由的鸟 飞翔在爱情无比广阔的天空当中 讲到这个爱情当中的喜事呢 最近有一件轰动演艺圈的大消息 就是前偶像团体 F4当中的成员吴建豪 他在微博上面宣布 已经跟女友石真善 在新加坡提出了结婚申请 这个消息一出呢 很多的歌迷媒体呢 都跑去访问这个吴建豪 因为吴建豪之前 因为他信仰了基督教 那么教规不可以婚前性行为 所以他带了一个守真戒 那么很多的媒体朋友就很好奇 就问他何时才要开机 那么吴建豪说 他和女朋友只是提出结婚申请 还没有正式的登记 所以他会守真 直到最后一刻才开机 那么听到吴建豪的这个新闻呢 就让安安老师想到 最近读的一篇研究 这篇研究呢 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新发现 他们调查了六百对 已婚的夫妇还有情侣 他们发现呢 认识六个月以上 才发生性关系的情侣或者夫妻 他们的两性关系 会比认识一个月内 就发生性关系的 来得更长久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的幸福感也是 在认识六个月之后 才发生性关系的 他们对爱情的这种幸福的感觉呢 会比只认识一个月内 就发生性关系的 来得更强烈 而且呢 无论男女 这个幸福感都是 越晚发生关系的 幸福感是比越早发生性关系的 幸福感来得越高的 并且呢 女性是远远明显的高于男性的 那么这个 专家就解释了 因为如果我们太早 陷入对于心爱的渴望 就会影响情侣间相互了解 彼此其他重要的方面 例如说 对方是不是有责任心 是否能够互相理解彼此 或者是接受彼此的价值观等等 像安安老师知道的是 有一些情侣呢 他们可能在感情的这个初期 已经知道自己 彼此并不适合了 或者有很多的冲突在发生 但是他们面对冲突 并不是真的去解决 那个冲突的核心问题 而是用性爱来解决它 性爱变成好像是一个缓冲剂 只要两个人一碰到 一个核心问题 他们可能用性爱来带过 这个问题 因为性爱总是让人觉得愉快 所以基本上变成性爱 是一种逃避的手段了 他们用来逃避 可能发生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越不解决 这个问题只会继续存在 甚至越来越大 当有一天 彼此的身体 不再那么样的互相吸引 因为人总是会慢慢 对于对方的身体 会慢慢变成一个习惯 所以这个刺激感 就没有以前强了 那么当这个刺激感 下降的时候 这个问题又从这个 性爱当中浮现出来的时候呢 那两个人的关系 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呢 基本上 性爱可以当成是 感情生活的润滑剂 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烟雾蛋 我觉得这个研究呢 真的是帮助了 身处热恋的人们 特别是女性 可以更理性的 来面对两性关系 因为研究指出说 女性在之后 如果才走上 这个性爱的接触 会比很早就走上 性爱接触的 获得更高的幸福感 因为其实 无论在东方西方 我想这个张爱玲 在那个色界里面的 这个小说里面的 一句话写得很好 他说男人的心是通往味的 那么女人的心是通往阴道的 所以其实女人呢 会把性关系 把他跟爱画上等号 所以即便 可能你心里面是知道 你跟这个男人是不合的 或者是你跟他的价值观念 或者是他的情绪 是不稳定的 可能有种种的因素 让你觉得这个男的 可能跟你不是 能够真的走在一起 但是可能由于 已经彼此有了性关系 那么女人就很容易 把这个性关系的热度 性关系的质量 就等同于这个爱情的深厚了 那么基本上呢 其实这两件事是不相等的 性是爱的一部分 但是它不等于全部的爱 所以呢 为了保护自己 也为了你的终身幸福 在与这个对方发生 这个心爱关系的时候呢 我想停一停 等一等 停看停 好好的想一想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可以帮助我们在 未来的与对方的关系上面 获得更加长久 更加稳定 也更加幸福的良性关系 那么祝福天下有情人 终成眷属 所以我们就要来听一首 吴建豪的小婚礼 在很浪漫 很轻快的舞曲当中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 我们要和小米一起进行 姐妹淘 廖心诗 你穿上红色缓缓走向我的脸 看你微笑我的脸 突然开始决定 So marry me marry me marry me girl 总与你爱到你说我愿意 Just marry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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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rl 我爱你 我先牵着你说我走向你 特地终于你旅游 愿意对我爱到就不用 不用寂寞 谢谢今天测开小小的婚礼 小小的婚礼 小小的婚礼 marry me 天里最温暖的脏心 听着最冬定的音许 像只曾说过要吃你 那是多久前的事情 昨天曾幻想的梦境 今天给我们的小婚礼 你转身红色缓缓 走向我这里 看你微笑我的脸 突然开始决定 So marry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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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rl 总与你爱到你说我愿意 Just marry me marry me marry me girl 我爱你 我问我是你的梦 如果梦里运气你相守 还要为你一生不活着 幸福的游泳 想与你看着天生看到随着 想与你看着夕阳慢慢变朗 未来快要来了 我们已准备拥抱 So marry me marry me marry me girl 终于爱到你说我爱你 Just marry me marry me marry me girl 我爱你 我以为你 So marry me marry me girl 终于爱到你说我愿意 Just marry me marry me marry me girl 爱你 爱你 Bury me girl Bury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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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rl Bury me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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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